嗨,大家好,我是佐罗,宋真宗造恒的皇后刘娥,她自幼父母双亡,小时候是卖艺为生的歌女,十几岁嫁给了邻居,名叫龚美,龚美又带着刘娥从四川来到汴京求生,家境还是贫困,这时还是襄王的造恒眼馋四川妹子。 王公指挥使张明献上十五岁貌美如花的刘娥,大喜晚上就带回家临信,刘娥呢,祖籍三溪太原,九百六十九年,生于四川乐山,史书说,有屡五之财,无屡五之恶,就是有女皇的财人,没有女后,五皇的罪恶。 宋太宗得知儿子张华年草后,下令驱逐刘娥出湘王府,赵恒把刘娥藏于张明家里十五年,宋太宗不知道这技能能代代相传,她的重重重重孙子,宋辉忠也十分喜欢亲儿女子李思思。 刘娥这边也不简单,在十五年内,把张明家的书都看完了,还能和经常与她紧意绵绵的赵恒唱单琴棘书画。 现在刘娥不但貌美,还有才识,赵恒更舍不得了。 997年,刘娥28岁时候,宋真宗照恒登基,授封视频美人。 前夫公美,改姓刘美,和刘娥互认兄妹,路朝为官。 这老婆卖的,嘖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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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刘娥在后宫没大张旗鼓的真宠,本身又得宠,更揭出了当时同样受宠的杨才能,也就日后的杨淑妃。 刘娥二人倒也没像公斗剧演的那样斗得你死我活,反倒是成了好姐妹,一生相伴。 1010年31岁的刘娥还没有生育儿女,就把她的侍女李氏侍寝宗真宗,得一儿子,就是日后宋仁宗照真。 李氏生产后,刘美人把婴儿抢来交给好姐妹杨才能,两人共同抚养照真。 这期间,宋真宗想把刘娥封为皇后,但扣准认为,刘女胜分卑微强烈反对。 不过,1012年刘娥还是被撤封为皇后。 刘娥信锦物,小史书,闻朝廷事,能记其本末。 宋真宗在退朝批阅奏章时,刘娥常陪她直到半夜,所以就这样在有意无意之间,逐渐对朝政了如指掌。 宋真宗晚年,开始无心政治,刘娥变顺势接过了朝政大权。 1020年宋真宗驾崩,仪赵曰,太子赵真即位,皇后刘氏为皇太后,杨淑妃为皇太妃,军国重视全取皇太后处分。 而小皇帝赵真只是只有11岁,实际上刘太后临朝称致,就是用皇后身份代替皇帝号令天下。 掌管国家大权后,终止了由宋真宗一手发动的天苏运动,其次,遏制了当时朝廷扣准派、定位派之间的党争。 最重要的是,刘娥下子设立了一周交纸物,正式退出官方纸币,也是世界第一张官方纸币。 全清天下无人阻挡的时候,就有人送枕头,献上午后临朝图,刘太后清正于地,道,我绝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 1033年,她又穿上了龙袍,祭世太妙,她好像拿不定主义是否开不该称帝。 有朝臣问她,穿龙袍参加祭世,那行后妃之礼,还是帝王之礼? 在她心里,不是行何宗礼?要不要创位才是终极问题。 最终,在弥留之际对抢来的儿子宋仁宗,拉扯身上的龙袍,大臣薛辉将这解读为,太后不愿先帝见她身穿天子俘虏杖。 刘太后最终彻底还阵于仁宗。 刘太后驾崩后,群臣打小报告说,仁宗生母是李承飞,是刘太后毒杀了皇帝的亲生母亲。 仁宗大惊,派兵包围刘家,自己前往李承飞观目察看,失手无异样,并且身穿皇太后冠服下葬。 智责的仁宗,解除刘家周围的士兵,并先引发刘太后灵鹫,随后才去李承飞观目启林。 最后说明一下,黎毛幻太子是明朝人描写明朝万贵妃残害皇子的事情。 如果直接写万贵妃,就会被插水表,所以刘太后背锅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李承勿认